洪娟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 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 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 都有自己的难处 我都理解 都理解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洪娟 我今儿来呢 是想找你打听个事 我想帮附件中心 多买几台附件设备 不知道你有没有进口渠道 是这样的 现在好的附件设备 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很难买的 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 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 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 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洪娟 有难度的话 那就算了 这样吧 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 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 我不问她 看看她有什么办法没有 初生 那个 叶芳现在学校特别猛 其实这两年啊 国内的市场 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 尤其是医疗机械这一块 国内的产能不足 需求又大 大家都想来开墾这块处理地的 好 好